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一篮球教学,我是玄之导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请记得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视频的右下方扫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今天给大家解析一下前段时间螺丝的一个拉杆 这个拉杆上篮的话,主要的螺丝用的技巧的话 一般是这样,比如说螺丝那天是 它一个三威胁接球,对不对 三威胁接球,这时候它就顺势看这边底线防守 有一点空虚 那么它这时候就非常坚决的选择了一个底线突破去上来 比如说它这时候接球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个防守下球 一个防守下球到这里,卡住位置 卡住位置的时候,它越运 就是球越有力量,然后频率是越来越快 整个核心是收紧 到这里的时候,啪啪 这时候螺丝选择的,其实你表面上 看螺丝它是,它是双脚起跳,对不对 但实际上螺丝也是利用了一个这种同手同脚 这种意识去起跳的 就是说它比,比如说你用双脚起跳的话 你一般的话,这个幅度不可能像螺丝卡位置卡得这么大,对不对 螺丝不可能是卡位置卡得这么大,然后幅度这么大去拉杆 这时候它实际上是用右手右脚主动的去发力 去上篮,然后去终结的 到这个时候,它是实际上你左脚只是辅助一下平衡 然后右手右脚猛的起来 直接完成一个这个拉杆上篮 然后这个要领的话 要领的话就是反手加快平衡越运越紧 然后右脚到这儿用力起来拉 然后整个身体是越收越紧 球是越运越快,越运越有力 你这样才起得来,才能去拉这个球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终于接近5个摄影 终于接近5个摄影 再当时接近5个摄影 终于接近5个摄影 再有一篇 7—- 3—- 2— 7— 然后再逼逼几句 你过来采访我嘛 点评下 点评下嘛 就在库尼这 点评下库尼3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新买了一双库尼3 然后专柜买的 然后这个鞋也测试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鞋它有碳板 就是最主要 它多了两个碳板 然后包括材料 比之前的2 比之前的2和2.5 然后就是多了碳板 然后也要更轻一点 我就不像一般的这种测评节目 你看我嘛 看我 我就不像测评节目 把所有材料全说一遍 就说一说 库尼这几大 我穿过之后的感觉 就是就2和3的感觉 2.5我是没有买 但试穿了 觉得穿着比较别扭 1.我是没有买过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 库尼的2是最舒服的 最实战的 这个3的话就是有一点 3的话它有一点 让人就是感觉嘛 走动嘛 走走动 3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 它缓震感觉比以前好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包裹的话 擀这个 擀这个2要差一点 但是有碳板感觉这个任性 回摊的就是鞋身的这种 回摊的感觉嘛 鞋身的这种拉力感觉是比2要好很多 感觉2就是鞋身 其实还有一点这种散的感觉 但是2的话就是脚踝的包裹是非常好的 3的话就是脚踝的包裹感觉不是特别好 而且刚开始买的时候还有一点磨脚吧 就是感觉它可能是这样设计的话 可能是为了让库尼就是能够把它的这个护 护踝嘛 库尼不喜欢在这穿护踝 然后这样包裹住嘛 可能是所以说感觉这个 这个 它脚踝如果你不戴护踝的话 会比较那种 比较松 没有2的这个包裹性 脚踝的包裹性好 但是它的鞋底嘛 整个这种韧性是非常好的 然后缓震也比较好 然后这次买的是45嘛 然后 库尼2的话买的是44.5 然后赖克的孩子我一般是 Air Jordan嘛 一般是买44的 也就是说我感觉 好像Air Jordan 31代 我也是买的44.5 我以前的鞋都是44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是44.5了 就是说可能是 这些厂商在做这个鞋的时候 有点缩缩尾巴感觉 鞋越做越小了 然后 就库尼3的话 如果你要买 就买这个 就目前来说买这个配色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嘛 我觉得这个配色比较好看 相对于其他的配色的话 然后库尼3的话就是你一定买大个一码嘛 比你赖克大个一码就比较合适 大概 然后我再点评一下就是整个库尼的系列 从2到3我觉得就是 确实非常实战 特别适合我嘛 我觉得感觉投篮都会要变得准一些了 然后可能是心理作用嘛 肯定是心理作用 开玩笑 然后 我觉得比赖克就是像欧文系列的这些孩子 我觉得就是库尼的这个做工 感觉 哦 比欧文的这些鞋子嘛 欧文的鞋子 还有之前哈登在赖克的 还Hyperdunk系列 我觉得库尼系列比赖克这几个系列的鞋都都好很多很多 反正我觉得赖克现在是越做越不爽 可能只有詹姆斯的有一些鞋可能还行吧 就大家的口碑上来说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库尼的鞋子 我没有收过这个UA的赞助费 只是确实是穿得非常舒服 哦 就是这样嘛 随时的鞋子 也是在沙均上 确实是衣裳的鞋子 还可靠 聊天 以前我发现做渉的鞋子 有很小的鞋子 就不然多对 我现在看到这些鞋子 是最关键的鞋子 的鞋子 还可以吃 我现在看到这个鞋子 就是用富翔草的鞋子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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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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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